哈囉 上次我們的影片推出以後 非常多的人出來罵人 我不覺得他們在罵人 他們就是講話比較直接 昨天晚上要拍這個影片 我有稍作修整 上一支影片裡頭說 我最後悔的裝潢 竟然連餐飲都放進去 結果很多人說餐飲又不是裝潢 我想是非常的有道理 對啊 你看他們其實不是罵人 他們就是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這次我本來有想一些什麼電子鎖 浴室暖風機之類的 你覺得這算裝潢嗎 以他們定義而言 可能不太改成新家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就是我自己 我每天都好開心這樣嗎 新家我最喜歡的五個地方就好了 我今天還是稍微偏重於這幾個地方 我覺得非常好用 那如果正在裝潢的你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之前是沒有排名的 我就是離我最近的開始說 餐桌旁的地叉 你會覺得這很爛嗎 不會啊 以前我去一些辦公室有看到地叉 都會覺得他們好高級 辦公室通常才會有地叉 所以很多人來我們家都覺得很奇怪 而且在那個餐桌旁邊 那我本來幻想是說 我可以吃火鍋 可是其實啊 吃火鍋用卡士爐比較好啊 因為如果你用插電的會有一條線 但是因為我們常在辦公 或者是說朋友來都會常坐在這邊 不用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它也不會有灰塵進去 只有這個地叉嗎 還是有其他的地叉 我全家只有這一個 雖然我一直靠腰說 我家太多插頭了 可是我家有一些插頭的位置 我個人非常的滿意 這個位置我也很滿意 你的水槽下方是不是 對沒錯 而且他們本來是要放在這裡的 然後說它好像有點難看 我就問他說那你為什麼不坐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很好用耶 一樣啊 沖手機鍵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條線在地上 插頭選對位置 這件事讓我很滿意 最近你要為你的插座挺反 對沒錯 還有第三個我很喜歡的位置 來 在這邊 就是這 床頭的插座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用 正常來說 插座都在比較矮的地方 針對我的床頭櫃 然後在床墊的位置 做了一個床旁邊的插座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而且有很多手機的充電線 也沒有那麼長 如果你在床上想要翻滾一下 你就會被那個 那個線辦 對對對 所以呢如果說大家 會不會下面的人就留言說 這又沒什麼 大家都不會做 那你自己說 你會坐床旁邊的嗎 我還沒有房子我不知道 要罵就罵吧 你們就回到囚犯當中罵 要腦羞 算腦羞 還有接下來呢 就是吹風機的家 喔這個我非常欣賞 我覺得吹風機的家好好用喔 因為吹風機真的很麻煩 拿出來很麻煩 對沒錯 然後你就會不拿出來 你就會一直放在裡面對不對 對啊 吹風機雖然哪裡都可以是家 可是呢它一樣要有一個 堅決條件 就是裡面有一個插座 吹風機的線特別的粗 對 吹風機的線又粗又長 當初設計師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還覺得好無聊喔 可是我現在真心的覺得 這個非常好用 而且它可以直接關進去 只是缺點就是 你就是花了一個插座的錢 但它永遠就是只插那個吹風機 我覺得值得耶 吹風機的家我覺得非常值得 所以就算第二個了嘛 那我們現在馬上進入 第三個我覺得非常滿意的地方 我其實本來有想說 我整個廚房 可是我覺得這個範圍太大了 我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我最近心想起來 我就覺得非常滿意 就是這個走道 應該是說我的走道旁邊 有一整排櫃子 我櫃子做超多 可是其實很多人 沒有發現這是櫃子 可是很白耶 真的看不太出來 可是有一條一條線啊 因為當初我們全家 整個是空的 這個櫃子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當初其實是 可以不要走道的 工程師一直覺得 走道很浪費空間 然後你還要花 這種大的空間做走道 可是我想一想 我好像也沒有地方做 租倉室 那這裡剛好有一個註定 那我就在這邊 做了一整排櫃子 我覺得它存在感很低 可是呢 它讓我家的整潔度 提升非常的多 你要打開看看嗎 很亂 人真的不要相信 自己的自制力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搬新家以後 我就會變成一個 愛乾淨的人 你要知道你的底 你的出身就是不愛乾淨的 那你根本就不會因為 你搬新家 住了多漂亮的地方 而變得愛乾淨 你知道自己東西很多 你需要有東西 把全部塞進去 我覺得儲藏室跟櫃子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放東西的地方 可是我真正用起來以後 我要告訴大家我覺得 我覺得櫃子比較好用 因為儲藏室稍大 儲藏室不會像一個櫃子空間 你可能會在裡面擺一些層架 然後最後你就會 東西一直丟一丟一丟 打開門就像土石流流出來 櫃子比較不會 因為櫃子深度有限 我家以前儲藏室是人類有點走不進去 因為最後東西都堆在地上 對 而且我弟也剛搬新家 他家有儲藏室 我參觀了他的儲藏室以後 我更堅定的告訴大家 櫃子比儲藏室好 給大家看一下我儲藏室 我什麼都在裡面 而且你知道很可怕 我上次買這個衛生紙 它一份就是三包 三大包 可是因為我們家櫃子多 我就整個都拆進去 而且櫃子的彈性很多 比如說像我這個櫃子 我就是做成衣� 如果他們真的衣服多的話 然後像這裡拉欄其實也是放衣服的 但是你不放衣服也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櫃子彈性很多欸 所以我家現在新家還有聖誕書 你有想過自己是以為這麼有儀式感的人嗎 我沒有想過 翻新家就覺得做這件事很開心 如果你有地方收的話 我就覺得不錯 確實是做櫃子又花錢又妥 可是呢人是不會那麼愛感的 我不會啦 因為你在於了解自己之後 才決定要做這麼多櫃子 對 而且我根本沒有開放式 你有發現我家一個開放式的 我知道 開放式就會有灰塵 你所有東西都要拿出來一直擦灰 人要認清自己 如果你就不是一個愛乾淨 或是隨手整的人 你就不要擁有那些開放空間 你就所有都關起來 到現在我朋友來我家 他們雖然說我家真的看起來 難免是有使用痕跡的感覺 可是真的不像有小孩子這樣 因為有小孩子家 東西通常都很多很多 可是我櫃子做太多了 我所有東西都關進去 很多外面的房子都比較沒有櫃子的 就會把他自己喜歡的東西都展示在外面 那個一十三刻真的很好看 可是有一天你發懶 你就會發現他亂得不得了 接下來很滿意的就是這個中島 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說 中島就是用來堆東西的 只要你有中島 上面就會非常的亂 我這樣沒有很亂 而且這件事我倒還要用 那邊有兩隻口紅都這樣慕名其妙 裝這個中島的時候 我也思考了一下說 其實我也是會在中島上堆東西的人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做了水槽 我覺得會不一樣 有水槽可以堆東西的地方就少啦 也是 而且加上我這個門 一打開所有東西都會被掃在地上 所以我就覺得我這個中島設計得很不錯 比如說我朋友來我們家吃飯 我就會叫我的兒子坐在這邊 就不用跟小孩同桌了 好奇怪的訴求 如果是朋友在那邊講話啊 我在料理一些東西 我就可以在這邊弄 像有一些是以前以後 你知道 琉璃台前面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人 一般琉璃台會比較暗 比較常需要彎腰 然後我這個音樂不是跟火爐那個放在一起 所以我不需要受它的高度限制 所以我這個做得比較高 煮菜啊切菜時候都比較方便 而且這個比那個好差 所以如果很少人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會坐在這邊吃飯 很多人在拍影片的時候都會說 那是他自己的巧思 可是這一切都不是我的巧思 這些都是巧合 都是巧合 對都是設計公司弄的 我覺得我的設計公司其實很不錯 我覺得他很細心 然後他施工品質什麼都非常好 那他的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價錢可能中間偏上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求質感 然後你又像我一樣沒有什麼中心思想 不知道該怎麼弄 我覺得他們會把它弄得很仔細 欸這樣說的好像太有製度了 沒有我的折扣嗎 他連我本人都沒有打折 最後一個給你提示嗎 我想起來了 可是其實我有在考慮說這個我到底要不要講啊 因為這個真的超無聊的 這就是純粹來湊數的 我好像找不出第五個設計 對不起的各位我們要湊數了 對不起我們要湊數了 我就跟那些人一樣就是拉門 然後很多人都說不需要做拉門 你根本不會拉 可是我覺得開放式廚房 像我真的有在做飯的話其實會有油煙 如果弄個魚啊接魚什麼都會很容易 滿房子都是那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拉門做得非常好 因為你知道拉上去 你就看不到外面後面很亂的背景 對 沒錯 我覺得這個拍照非常方便 對 我也覺得其實很方便 實際使用過我一直到現在 只要我稍微做油煙多一點的東西 我都會拉 所以我覺得這個拉門還不錯 但是我也不否認他就是來湊數 他很漂亮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很漂亮 他很值得 所以我們最後要承諾大家說 我們要拍一個我們喜歡的小家店 因為我真的很覺得我真的好愛某些東西 我們只要在這個影片裡面承諾一些事情 我們就會做到 這就是我們經營頻道的方式 我現在有一個朋友說 媽 你最近很用心的經營YouTube頻道 我說你知道你懂不懂用心是什麼 對 用心的人中跟兩次吧 我們真的稱不上用心 但是我們說到我們會做到 我們說到就會做到 好啦 反正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禮拜 不是下禮拜 不好意思 不能亂講下禮拜會害怕 下個月 下一季 我們下一季就盡量告訴大家說 我們喜歡的電器是什麼 雖然那些小馬人的人會想說 你喜歡星光 有什麼事 但大家就是透過互相了解 天啊 變得好像寓意喔 整個人之間就是要互相了解啊 對啊 才會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要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拜拜 拜拜